在国会大厦骚乱发生之后 民众对只煽动暴乱的特朗普工作满意度急剧下降 总统在其共和党选民的支持率也急转直下 1月15日公布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只有29%的美国人满意特朗普的工作 创下他执政以来的新低 有68%的美国人不认可他的工作表现 56%的投票者表示 他们对特朗普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意 同一份调查显示 当选总统拜登的满意度上升 有64%的选民对他的工作表现持积极态度 多数人也赞成拜登的政府内阁人选 该民调结果使特朗普成为此项调查设立以来 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 该数字与前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发生后的 工作认可度比例大致相当 当时只有26%的美国人满意尼克松 1974年卸任时的执政表现 研究指出特朗普执政认可度的下滑 几乎完全是由于共和党人 和倾向于共和党人的支持度降低所致 在亲共和党的选民中 只有60%的人赞成特朗普执政表现 低于8月份的77% 此外选民还不赞成特朗普 在11月大选后的表现 60%以上的人说 特朗普在选举日之后的举止很糟糕 在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当中 有几乎一半说他在大选之后表现较差 受访者中52%的人表示 特朗普对上周在国会大厦发生的暴力破坏 负有重大责任 只有24%的人认为 特朗普不需要对国会骚乱负责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 与多个同样在本周进行的民调一致 这些民调结果显示 民众对特朗普的执政表现满意度大幅滑落